指着头顶刚刚被人打伤 似乎还有点脑震荡 旁边的工作人员协助向警方解释 电影院内这冲突怎么发生 动手的人还坐在里面看电影 坚持要把这部片看完才要出来说明 而当时被打的成型女子来信义区看电影 却迟到15分钟才入场 摸开找座位 不慎踩到翁信兰子的脚 对方打开手机灯光要看是谁 在坐下之后包包又打到他 再度引发怒火 竟拿手机殴打对方头部 被依伤害罪送办 当时播放的是台北鸡马一展剧情片 我的彩虹拼凑家庭 只有三个场次 不只打人这方坚持看完电影才配合调查 连被打的女生也要看完电影才去验伤 实际询问确实很多民众都不喜欢 被迟到的人影响观影体验 可能演到一半 然后就有黑影从前面挡住 或者是吃鸡排很香啊这种 或是手机很亮 然后照到后面这种 电影刚刚开始 然后就会走来走去 就会有一点被打扰的感觉 鸡马影展规定开演20分钟就不能再进入 但影城本身并无限制入场时间 少数情况若真的迟到进来 尽量减少发出噪音 并迅速坐下 避免影响他人 若非对号座 选择靠边 别挑中间位置 有需要可小时向旁边的观众道歉 当然最好的方式 还是提早安排时间 避免迟到引来其他的观众白眼 TVBS的楼上关于Table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